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在多家媒体直播中表示 自己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他在直播中曾经摘下口罩 强调身体状况良好 目前正在服用抢氯喹治疗 巴西疫情爆发期间 博索纳罗曾经无视防疫措施 多次出席公开活动 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带着新冠阴性的证明 乘坐商业航班抵达华盛顿 展开了上任以来的首次外访 在墨美两国新冠疫情不断蔓延 以及特朗普争取连任的特殊时期 这次访问引发墨美两国关注 香港新增14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 包括9宗本地个案 以及5宗输入个案 本地个案当中有5宗源头不明 卫生保护中心表示 香港社区爆发已经出现 特区政府从周三开始将会收紧经机场敌港人事检疫安排 华南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 中央气象台起号发布今年第一个成色暴雨预警 强降雨影响当天开始的高考 安徽设限暴雨导致很多师生无法准时到大考场 当天的语文和数学考试被迫取消 法国最高检察院总检察长莫兰表示 将会公开针对前总理菲利普 前卫生部长比赞 以及现任卫生部长维朗的调查资料 三人涉嫌在疫情期间不作为 如果罪名成立 三人将面临最高两年监禁和三万欧元的罚款 各位早 今天头条我们来关注到新冠肺炎疫情 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接近1200万例 死亡人数超过54万 美国再多超过4万人确诊 累计病例突破308万 巴西确诊人数超过166万 连总统都确诊 墨西哥单日新增近5000人确诊 累计病例超过26万 俄罗斯新增6300多人确诊 累计病例接近70万 死亡病例突破1万例 印度再新增2万多人确诊 累计病例超过74万 当地媒体认为呢 根据近日的疫情估计 病例会在10天内突破100万 伊朗累计超过24万人确诊 南非新增超过1万人确诊 累计病例超过21万 巴西总统伯索纳罗7号表示 他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是阳性 巴西总统伯索纳罗7号宣布 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 他表示周日开始身体不舒服 周一头昏乏力 肌肉酸痛 体温上升到38度 自己服用抗瘤疾药物后 只有轻微症状 而在自我隔离期间 总统将在线工作 自从巴西疫情爆发 总统没有戴上口罩 出席多场活动 在总统府门口 Bosonaro和支持者握手和拍照 而当地方政府实施居家隔离防疫时 Bosonaro多次到街上 与民众接触 病毒刚传入巴西时 总统Bosonaro说 新冠病毒是媒体制造的谣言 国家的第一个死亡病例发生时 总统表示 新冠肺炎只是一个小流感 死亡病例达到100的时候 他表示 不就是死一些老人家 巴西死亡病例突破1万的时候 Bosonaro说 这又怎么样 突破2万的时候 责怪州长和市长们 说他们的政策无效 当前巴西的确诊病例 突破160万 而因新冠肺炎死亡的巴西人 已超过6万5千人 凤凰卫视 林卓韵 巴西报道 相关话题 我们请时事评论员宋忠平先生 为大家点评分析 宋先生早 宋先生早 宋先生我们看到 巴西的新冠肺炎确诊人数 超过了166万 位列全球第二 联总统伯索纳罗 也不幸确诊感染了 您对于伯索纳罗处理疫情的手法 有什么样的观察 实际上我们发现 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关系比较好的 甚至比较崇拜特朗普的人 国家的疫情都不太好 你看之前在英国 约翰逊也确诊了 而且在英国的话 也是采用的是群体免疫的方式 那么约翰逊病育之后的话 才考虑对英国采取更加严苛的 疫情防控的措施 那么在巴西更是如此 伯索纳罗实际上是 特朗普非常非常崇拜的一个谜地 也就是伯索纳罗 他特别崇拜特朗普 那么这一次呢 被新冠疫情感染 其实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那么既意外 其实也不意外 你看伯索纳罗 在很多问题上的话 都非常非常欣赏特朗普的做法 包括你看他刚才也提到了 他在吃抗瘟疾的药 这个药恰恰是特朗普建议的 另外一方面的话 就是巴西究竟该怎么处理疫情 实际上 伯索纳罗在学习美国 美国实际上采取的就是一种 类似于是群体免疫的这种方式 那么伯索纳罗呢 在巴西也是这么做 而且认为这样一个疫情 就是一个小感冒 这个话语 其实和特朗普是如出一辙呀 所以双方在很多问题上 都相互影响 尤其是伯索纳罗 受到特朗普的严重影响 所以才会在很多疫情上 不太重视 但从个人的角度来讲的话 他可以这么做 但是从整个国家领导人的角度来讲的话 他这么做的话 真是害苦了巴西老百姓 刚才你所提到 你看巴西的疫情非常的严重 很多老百姓都已经确诊了 现在是排名全球第二 这可不是一个什么光彩的排名 那么从整个巴西内部来看的话 尽管之前两任卫生部长 都在提醒伯索纳罗要注意要小心 甚至连法官都已经判决 如果伯索纳罗不戴口罩的话 将会接受罚款 但是伯索纳罗依然是我行我素 所以就会导致巴西的疫情如此严重 不仅是疫情严重 而且经济生活也不愿意停滞 这就会导致巴西很多问题是雪上加霜 所以还是希望既然患了病 那么要从中吸取教训 不要再迷你那个特朗普 这样的话才能让巴西的疫情转危为安 这是一个机遇 那么也是生痛的教训得来的这样一个机遇 好 谢谢宋先生的点评分析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南美洲方面 疫情真的是影响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壁鲁是禁止了小丑的活动 当地就职业小丑被迫到棺材厂去工作 而在阿根廷防疫措施见成效 预期将会在17号结束管制 每年7月临近秘鲁国庆日假期 各地有不少巡游表演和大小派对 今年受疫情影响 同类活动纷纷取消 小丑表演也被政府明令禁止 巴尔加斯是当地一名职业小丑 没有了儿童派对生意 他的公司倒闭 急需耗光 迫于无奈 巴尔加斯与妻子到立马一家棺材厂工作 疫情期间这家棺材厂订单大增 产量从原来一周50个 甚至250个以上 巴尔加斯说 做棺材是为了给死者提供一个安息的地方 但他也十分怀念与孩子玩耍的日子 想要尽快再次为孩子们打气 目前秘鲁累计确诊超过30万人 死亡超1万人 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 民众出门需持有通行证 并只能进行有限度的活动 但严格的隔离措施令防疫颇有成效 当地卫生部门表示 目前重症监护病床使用率约为五成 呼吸机保有量持续增加 能保障公共卫生系统稳定运行 但有专家认为 病情严重的患者一般需要住院数周 医疗资源仍然相当紧张 阿根廷将在17号结束隔离措施 感染曲线更有望降低至1%以下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休息一下 回来有其他消息 稍后见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的新冠肺炎病例最新数字 内地6号新增8例确诊 都是境外输入病例 分别是辽宁两例 上海两例 四川两例 内蒙古一例 广东一例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5例 其中境外输入14例 当天有两例转为确诊 现存确诊病例中以北京最多 其次是上海四川等地 香港7号新增14例确诊 9例是本地个案 其中5例源头不明 另外有5例是输入病例 分别是从菲律宾和巴基斯坦敌港 来看到香港方面 香港新增14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 那包括9宗的本地个案 以及5宗输入个案 9宗本地个案当中 有5宗源头不明 香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 香港出现第三波疫情 社区爆发已经出现 限制社交距离的措施 可能会重新收紧 香港新增的9宗本地 新冠病毒确诊个案中 多名患者与早前本地个案患者 就职的周面店有关 包括周面店的职员 任职敌视司机的顾客及他儿子 另一家位于左墩的餐厅职员 及顾客也确诊感染 患者还包括一名香港医管局的员工 以及茨云山一家安保院的院友等 个案中有5宗源头不明 另外还有多人初步确诊 香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 香港出现第三波疫情 增加社交距离的措施 可能要再收紧 如果是形容为第三波 都可以是这么说的 我们都担心是有一个社区的大爆发的 都是要市民 政府要大家再合作 可能就 这措施就可能要再紧翻 才有机会 可能再斩 斩断断链 另外香港再有5宗输入个案 患者分别来自菲律宾及巴基斯坦 还有两名获豁免检疫的船员 卫生防护中心表示 包括机组人员及船员等 早前获豁免检疫的人士 半后期都要留样本检测 上个周末起本地的疫情 起了一个很急速的变化 情细都是非常之严峻 但由明天开始 我们就会强制 所有经香港国际机场 到港的飞机机组人员及船员 去到位于阿州国际博览馆的南市 原本采集中心 就是收集这个胸口脱液的原本 做这个病毒的检测 而对于香港疫情接下来的走势 他说未来几天非常关键 冯红医生换指缘香港报道 针对香港近日出现 多宗源头不明的 新冠肺炎本地确诊个案 特区政府宣布 从周三开始收紧 经机场敌港人士的检疫安排 那包括所有早前 豁免检疫的机组人员 现在也必须要进行 深厚拓液测试 另外外拥敌港之后 需要在酒店强制隔离14天等 而另外香港公立医院的 非紧急服务 以及所有护老院的探访安排 都会暂停 针对香港近日出现 多宗新冠肺炎本地确诊个案 部分的源头不明 食物级卫生局局长陈兆时表示 特区政府收紧了 敌港人士的检疫安排 包括针对来自巴基斯坦 印度 尼泊尔 孟加拉等 高风险地区的香港居民回港 会与相关国家的 驻港领事馆讨论 安排有序回港 控制输入感染个案的数目 所有的外拥在敌港前 必须完成病毒检测 并持有阴性结果的检疫证明 才可以入境 抵港后还要在酒店 进行14天的隔离检疫 相关的费用由雇主支付 另外会要求船公司 安排所有船员来港前 在出发地取得阴性检测结果 才可以在抵港后豁免检疫 否则将会被拒绝入境 早前豁免检疫的机组人员来港后 必须在亚博馆的临时样本采集中心收集 深厚拓业样本 由于机组人员是从外国到港的豁免人士中 最大的群组 因此加强这个群组的检测 肯定是有帮助进一步 导致病毒流入香港 特区政府还收紧了 现行部分规管社交距离的措施 包括医管局将会暂停 非急症个案的探法安排 所有的安老院暂停探法安排等 但是现阶段会维持限聚令的人数限制 公众地方人群聚集人数上限 维持在50人不变 过去一段日子 我们曾经都是以彰持有道 去看一下我们收紧 还是放宽 我们一些的措施 现在我们也都是看到 我们在一个短的时间之内 是有一些多宗源头不明的本地港案 这个对我们来说 是属于一个重要的警号 是重要的警号 所以这个是提醒 全香港的市民不能够松懈 陈教师表示 会检视和研究宗教活动的地点及参与人数 还会研究收紧餐饮 与娱乐场所的人数限制及防疫要求 可能在7月16号这轮措施建满前发出新的指示 凤华卫视祝贺 香港莫道 我们来看报纸上的消息 关注到港铁公司 港铁公司在昨天是发出迎警 截止到6月底2020年的上半年 港铁市总体亏损4亿元 这当中整体的费用是包括人们乘车的费用 以及地铁上盖的物业的费用等等 一个总体的一个营收的情况 那么对比一下2019年的上半年 港铁是盈利赚了55亿元 亏4个亿和赚55个亿 我们看到一年来这个变化差距 还是非常让人触目惊心的 港铁方面表示 这主要是因为现在整体的经济环境转叉 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夹击导致的 那比如说今年的2到4月份 港铁的乘搭人数呢 比起去年同期就减少了差不多一半 虽然后面有所好转 但整体来看 今年上半年的搭乘港铁的人数呢 比去年同期还是减少了 差不多接近38% 那受到消息影响 港铁昨天的股价是跟随大事项下跌了1.63% 收保42.15元 来看其他消息 美国联邦政府的官员7号确认 美国已经正式执行联合国 准备在一年之后呢 完成退出世卫组织的程序 知情人士指出 美国其实还没有正式退出世卫 所以如果大选之后总统换人 美国或许将会终止退出程序 特朗普政府高层官员7号向媒体确认 美国已经在本周一向联合国递交文书 正式准备退出世界卫生组织 将于一年后完成退出程序 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 副主席梅嫩德斯也发推文透露 当局已经通知国会有关行动 他批评特朗普政府防疫工作混乱 无条理 又指美国退出世卫 不仅无法保护美国民众的性命 与国家的利益 还会令美国伤痕累累 孤立无援 美国是世卫组织捐款额最高的成员国 每年向组织提供的资金 可高达4亿美元 今年年初 总统特朗普曾经赞扬 世卫组织应对新冠疫情的方式 后来却改变立场 转为批评世卫组织 在特朗普五月底 宣布结束与世卫组织的关系后 相关决定 饱受公共卫生专家 与国会两党议员诟病 他们表示 这将有损世卫组织的运作 更对全球抗击新冠疫情的工作 带来负面影响 也有部分民主党人意图开展调查 不过支持这一项举措的人士 则指责世卫组织存在偏见 让美国遭受不公待遇 又认为组织未能有效运用资金 根据国会1948年通过的联合决议案 美国在退出组之前 必须提前一年递交书面通知 并缴轻拖欠的费用 有线新闻网络引述一名联合国外交人员指 美国退出世卫的过程漫长 也未结束 所以在接下来的一年里 美国可以随时逆转决定 报道分析指 如果拜登赢得11月的总统大选 美国有望终止退出程序 凤凰卫视陈令娜 华盛顿报道 我们来看网页上的消息 继续关注到美国的疫情 正在持续恶化 现在至少40个州的确诊人数 都出现上升 仅仅是7月份的首五天 美国全国的确诊人数 就超过了25万人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全美广播公司的最新民调就显示 不满特朗普处理疫情手法的人 是越来越多了 达到了五成半的受访者 是不满意的 而满意的只有四成三 另外在重启经济方面 有七成的受访者认为 不应该由特朗普来决定 而应该听自己州的州长 来决定什么时候重启经济 另外有七成九的受访者 是十分担心或者有点担心 美国会迎来第二波疫情 那我们来关注到 美国的国家过敏症 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 就认为 其实美国现在疫情 还是处在第一波 之所以疫情会出现反弹 是因为有一些州的州长 在各方面的防疫措施 都还没有到位的时候 就过早的重启经济 取消了限制措施 好 继续来关注到疫情的消息 墨西哥总统洛佩斯 7号乘坐商业航班 抵达美国华盛顿 展开了上任第19个 上任19个月来的首次外访 那在末美两国 新冠疫情不断蔓延 以及特朗普 争取连任的特殊时期 这次访问可以说是 引发了末美两国的关注 洛佩斯上任之初 掀起反腐风暴 减散总统卫队 挂牌出售总统专机 他也表示 将专注国内事务 对外访没有兴趣 墨西哥目前新冠疫情 没有控制 而选择此时此刻访问美国 并且与墨西哥多数民众 不喜欢的 被称为史上最具种族歧视 和最仇视墨西哥的 特朗普会面 墨西哥国内质疑和反对的声音 此起彼伏 洛佩斯也不得不多次 在记者招待会上澄清 访问主要是与特朗普 共同祝贺新的 买墨加经贸协议的生效 而新协议对墨西哥而言 非常重要 所以此访是及时的 有益于墨西哥的访问 洛佩斯也表示 访问没有政治诉求 也不是为了给特朗普的选举助攻 洛佩斯曾多次忽视反对派要求 做新冠检测 但是他承认与特朗普会面 是带着新冠检测阴性的证明 就在洛佩斯出发前一天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 填出了他在六月下旬 视察墨美边境墙的照片 对于许多墨西哥人来讲 特朗普执意修建边境墙 是对墨西哥的冒犯 有属墨西哥的国家中言 除了照片 特朗普没有任何文字描述 有墨西哥专家认为 特朗普的做法 显然是有炫耀的成分 为墨西哥反美人士添赌 除了自由贸易 毒品走失 非法移民等议题之外 媒体也在关注 两国领导人还会谈论 什么样的重要议题 根据墨华披露的信息 两国领导人的会谈 是私人会谈 会后也不会有记者招待会 墨派斯承诺 在周四就返回到墨西哥 所以在周五的上午 就可以向记者 汇报他的访问成果 显后卫视贾美军 墨西哥成报道 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 每天新增确诊人数 是在持续上升 而且不断地打破记录 世卫组织紧急项目执行 主任瑞安7号警告说 预计在不久之后 因为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数 也会出现快速增长 瑞安表示 从全球当前的新冠死亡 统计数字来看 尚且算是稳定 但是他警告 在新增确诊病例 和新增死亡病例的报告之间 往往会有一段间隔期 什么是关系 是因为病例的 数字增长 天后天 如果你想想 在明月和明月 我们与100,000病例 今天我们与200,000病例 这不是约为试试 这疫情 是继续 我们幸福 我希望 我们成为更好 另外 卫生紧急项目技术负责人 范凯尔科霍福透露 世卫组织的技术委员会 在经过数周的研究 以及跟大量科学团队沟通后 正在着手准备 发布一份科学简报 阐明新冠病毒是否 以及如何通过空气传播 他说 委员会确实就将空气传播 列入冠状病毒传播途径的可能性 进行了讨论 但也有技术委员会的成员表示 确实有越来越多的 证据显示 新冠病毒能够通过空气传播 不过当前仍然不能百分百的确认 此前有超过200名科学家 发出联名信 希望世卫能够重新审视 病毒在空气中传播的风险 并重新修订防控指引 而如果世卫决定修订指引 将意味着全球多国 当前的部分防疫措施 需要调整和修改 而就巴西总统伯索纳罗 自曝感染新冠病毒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表示慰问 希望他早日康复 瑞安则强调 病毒之前人人平等 我认为这种病毒的实现 没有人特别 我们都可能会被担心 这种病毒 病毒真的不知道 谁我们是 我们是皇帝还是皇帝 我们是同时危险的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法国最高检察院的 法国最高法院的总检察长莫兰 7号表示将会公开 针对前总理菲利普 前卫生部长比赞 以及现任卫生部长 维朗的调查资料 三人涉嫌在应对 新冠疫情的处理上 存在失职问题 法国前总理菲利普 和前卫生部长比赞 以及现任卫生部长维朗 因涉嫌在新冠肺炎疫情 期间不作为 而受到来自民众 和医生们的90宗投诉 对此法国申诉委员会 在展开具体调查后 认为其中九宗投诉 有效 并可以被受理 根据程序 这一案件将移交给 专门审理部长及官员的 法国特别法庭 共和国司法法院调查审理 法国最高法院 总检察长莫兰就表示 将会公开调查的 相关司法信息 如果罪名成立 三人将面临最高 两年的监禁 和三万欧元的罚款 前卫生部长比赞 曾在今年二月辞职后 接受法媒采访时表示 自己在一月份 就开始向政府高层 强调疫情的严重性 并警告时任总理的菲利普 市政选举可能难以如期举行 但这些建议 都没有得到重视和采纳 而菲利普事后 对于比赞的说法 并没有予以否认 但他强调 自己之所以没有采纳 比赞的建议 是因为很多专家和医生 当时并不认同比赞的观点 富豪卫视 尽量法国巴黎报导 负责英国脱欧事务的 欧盟首席谈判代表巴尼耶 7号前往伦敦 准备和英方启动新一轮的谈判 那目前呢 距离英国在今年的12月31号 结束脱欧过渡期 只剩半年的时间了 但双方的贸易谈判 仍然分歧严重 陷入僵局 巴尼耶抵达唐宁街10号首相府 他将和英国脱欧首席谈判代表 佛罗斯特共进晚餐 并进行非正式会谈 然后在第二天也就是8号 双方的谈判团队将进行大范围谈判 欧英双方上周谈判 因为分歧严重 提前一天结束 当时巴尼耶表示 欧盟的立场仍然是 为企业确保公开公平的竞争环境 为欧洲渔民提供平衡 长期的解决方案 原本新一轮谈判要到 7月20号才举行 现在提前了近两周 被外界视为是特级谈判 巴尼耶乘坐列车 前往伦敦途中向媒体表示 欧盟将会竭力达成协议 但不会不惜代价争取 休息一下 后来有其他消息 稍后见 各位早 欢迎搭乘2020年7月8号 星期三的凤凰早班车 我是全全 来看今天的正点新闻 巴西总统伯索纳罗 在多家媒体直播中表示 自己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他在直播中曾经摘下口罩 并且强调身体状况良好 目前正在服用抢绿喀治疗 巴西疫情爆发期间 伯索纳罗曾无视防疫措施 多次出席公开活动 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带着新冠阴性证明 乘坐商业航班抵达华盛顿 展开上任以来的首次外访 在墨美两国新冠疫情不断蔓延 以及特朗普争取连任的特殊时期 这次访问引发了墨美两国关注 香港新增14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 包括9宗本地个案和5宗输入病例 本地个案中有5宗源头不明 香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 香港社区爆发已经出现 特区政府从周三开始将收紧 经机场抵港人士的检疫安排 华南多地持续遭到强降雨天气 中央气象台旗号发布 今年的第一个暴雨橙色预警 强降雨影响当天开始的高考 安徽涉陷暴雨导致很多师生 无法准时到达考场 当天高考的语文和数学考试被迫取消 法国最高法院总检察长莫兰表示 将会公开针对前总理菲利普 前卫生部长比赞 以及现任卫生部长维郎的调查资料 三人涉嫌在疫情期间不作为 如果罪名成立 三人将面临最高两年监禁和三万欧元罚款 欢迎回来 对于日本自民党外交部会等通过所谓的涉港决议 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并敦促日方有关人士立刻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切实维护中日关系大局 中国驻日本使馆发言人表示 日本自民党外交部会等通过所谓的涉港决议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发言人强调 香港事务属于中国内政 不容许任何国家组织和势力的干涉 日本国内一些人对别国内部事务说三道四 指手画脚进行政治炒作 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的决心和意志坚定不移 敦促日方有关人士 立刻停止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做法 切实维护中日关系大局 香港立法会保安政治 以及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 周二就香港国安法进行联席会议 律政司司长郑若华表示 国安法是一部特殊并且具有开创性的全国性法律 兼顾了两地法律上的差异 而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就指 香港国安法第43条的实施细则当中 截取通讯及秘密监察的行动将会受到监督 香港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 政治事务委员会及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 在立法会举行联席会议 律政司司长郑若华表示 香港国安法是一部独特并具开创性的全国性法律 确保了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 能在特区切实有效执行 他同时兼具了三大类的法律 即是设立相关负责机构的组织法 定立罪行和罚则的实体法 和执法检控和审讯相关的程序法 另外一个原因是港区国安法 虽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全国性法律 但当中也兼顾了国家和特区两个法律制度的差异 不少条文都是为了和本地法律 涵接兼容和互備 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表示 从周二起生效的七条国安法实施细则中 截取通讯及秘密监察的行动将会受到监督 国家安全委员会是由监督警务处去履行 截取通讯及秘密监察里面的职责 所以国安委是要负责监督警务处在这方面所做的过程 行政长官可以委任一名独立人士 协助国安委去履行监督的责任 而国安局局长也发出了运作原则和指引 去让警方去遵守 李家超又指实施细则中有四项措施 只是将现有的法律延伸至新的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 另外三项中有一项类似 两项是全新 这些细则都符合国安法及香港基本法中保障人权的标准 凤凰卫视祝贺香港报道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7号表示 民进党当局做贼心虚 对香港国安法和实施细则说三道四 肆意污蔑再次暴露了其图谋插手香港事务 搞乱香港谋求台独的险恶用心 有记者问到香港特区政府日前公布香港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 民进党当局对此妄加指责 朱凤莲指出香港国安法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重要举措 必将有力打击乱港分子和分裂势力 有效防控国家安全风险 朱凤莲强调香港特区政府出台和执行实施细则 非常必要而及时 任何插手香港事务攻击一国两制分裂国家的企图 注定失败 内地华南多地持续遭遇到强降雨天气 中央气象台的7号发布了今年的第一个暴雨橙色预警 强降雨甚至影响到当天开始的高考 安徽涉陷的暴雨就导致很多师生都没有办法准时到达考场 那到上午10点 全县的2000多名考生只有500多人抵达了考场 当天高考的语文和数学考试被迫取消 涉陷7号凌晨遭遇50年一遇的洪涝灾害 境内多条河流水位上涨 并倒灌进县城 导致主城区出现严重积水 多条道路交通中断 特别是上午9点是水位最高的时候 最深处超过了1.5米以上 约200多名考生及家长被困 当地森林消防局机动大队接爆后 携带4艘皮滑艇 60多套救生衣以及救生圈救生绳索前往救援 当皮滑艇无法通过时 救援人员涉水通过街道 将被困人员背出再送上皮滑艇 县政府在报警教育部后 当天的语文和数学高考延期举行 而7月8号的综合外语科目考试则正常举行 当地民众表示城区积水在中午12点左右开始慢慢减少 到下午2点多就已经退得差不多了 不过为了防范8号再次发生暴雨积水 人武部门连夜在射线1中和2中两个考点附近的低洼地段 搭建一条宽度2米 长度分别为100多米和300多米的浮桥 以便考生届时可以安全抵达考场 安徽省考试中心发出通知 7号取消的语数高考将改到9号 启用备用考卷补考 备用考场目前已经完成紧急布置 防疫人员对环境进行消杀 相关设施和人员准备就绪 消防、交警、应急等多个部门已经启动应急预案 公安部门也准备好可以临时接送考生的大巴和应急线路设置 除设限外 多地今年高考均遭遇疫情与殉情的双重考验 湖北武汉7号也有强降雨 当地出动3000交警为全市5万多考生保驾护航 气象部门预测7号至9号 西南地区东部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有强降雨过程 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和太湖水位将持续上涨 维持全线超紧 防洪压力进一步提升 防汛形势严峻 有鉴于此 国家防总于7号下午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贵州安顺 7号中午有一辆载有高考学生的公交车坠入水库 那目前一共是救出了37人 其中包括驾驶员在内的21人死亡 16人受伤 伤员已经全部转往医院救治 被救出的人当中有12人是学生 其中5人没有生命体征 贵州省公安厅已经成立了专案组 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受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赵克志指派 公安部副部长杜航伟 率工作组赶赴安顺市指导事件原因调查工作 事发在贵州安顺西秀区 7号中午12点左右 当地一辆二路公交车从安顺火车站驶向客车东站 在途经红山湖大坝中断时 设施车辆先放慢车速避开其他车辆 然后突然左转加速横冲到对面车道 撞坏石虎栏后坠入湖中 事故发生后 贵州省消防总队调集19辆消防车 21艘橡皮艇97名救援人员 包括17名潜水员到现场救援 目前公交车已被打捞出水 搜救出的乘客都被送往医院救治 安顺市教育局随后回应表示 目前各个考点正在统计考场缺席的考生信息 如果有高考生因此次事件影响考试 相关部门之后会发布具体的应对措施 凤凰卫视最后报道 台湾方面今天有哪些新闻焦点 我们请出台北记者蓝镜图来告诉大家 镜图早 全程早 各位观众早安 台湾方面的报纸焦点 首先来关注的是中国时报 台湾的新冠肺炎疫情趋缓 但是台湾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 中研院的研究员就表示 新冠病毒会受到季节的影响 病毒在夏天并没有消失 只是隐藏起来 日前一名从台湾返回日本后确诊的女留学生 就是一个案例 这位研究员还表示说 台湾的疫情在冬天一定还会再出现 而且就是由现在潜藏在社区的 无症状感染引发的本土案例 再来要关注的是台湾政坛的议题 联合报就报道 领导人蔡英文遭到爆料 指她在和人民团体会面的时候 当众训斥司法院的大法官 由于大法官在台湾 是具有弹劾领导人的权力 因此国民党就批评 蔡英文不尊重大法官的职权 让社会大众怀疑民进党 推动司法改革的真实性 对此蔡英文的办公室 在第一时间是表示说 蔡英文并没有训斥大法官 但事后却被证实 因此国民党就要求蔡英文 必须要为说谎公开道歉 并公布对话内容 接下来看的是采访重点 台湾的海军陆战队日前操舟预演时 发生了突击艇翻覆的意外 造成两死一重伤 民进党智库的副执行长吴英农 近日在网络发文质疑 台军的演习是在作秀表演 引发了争议 台军就表示说 不时的言论伤害官兵 平时演训的努力 而国民党则评论 民进党人士向内部来 反映意见竟然还要透过网络 因此就凸显民进党政府机制 出现了问题 也就是民进党内部是容不下不同的声音 最后要来聚焦的是 国民党为了要争取更多的民意支持 成立了改革委员会 力拼改革 但是部分的改革内容 在党内引发了争议 为此党主席江启臣 以及党务主管就规划 要用两个月的时间 到全台各地与基层沟通 党内每周三例行会议中常会 今天是移试到中台湾的南投县举行 江启臣主持会议 强化党内沟通 那么相关消息 我们台北站都会持续跟进 接下来时间再交还给圈圈 好的 谢谢净途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财经消息 美股收盘权限暴跌 大盘低开低走 市场再次忧虑 持续不休的新冠疫情 会影响经济复苏 投资者呢 是趁机出货套现 而美联储官员对经济前景的负面言论 更使得大盘在收市前进一步下挫 道雄斯公月指数收报25,890点 跌396点 跌幅1.51%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10,343点 跌89点 跌幅0.86% 标普500指数收报3,145点 跌34点 跌幅1.08% 详情请看中纽约记者发回的报道 我们来看今天华尔街股市走势情况 美股主要股市在今天收盘是大幅收跌 那么在今天呢 投资人在高度关注美国疫情的最新进展 而标普500指数则是结束了连续5个交易日上涨的行情 那么今天呢 在道指方面维持涨势的个股并不多 那么今天除了沃尔玛市大幅的收涨超6%之外呢 只有保洁集团人是小幅的走扬 另外其他的道指成分股在今天都是全天维持比较明显的跌势 尤其是一些大型的金融类的个股 能源类个股及工业股今天都表现不佳 波音是大跌在5%左右 而金融类的个股比如说高盛以及美国运通 今天的跌幅都是在3.5%的上方 而普遍的一些其他的工业股 陶氏杜邦 卡特比勒 塞兰集团 今天的跌势都是相当明显 而一些大型的跨国零售企业也是表现不佳 而在标普白指数方面 能源板块是全天领跌大盘 而金融板块 工业板块 房地产板块的跌势都相当明显 另外呢 在今天5盘是一宝板块一度转涨 另外科技板块和电讯板块 在今天早盘5盘都表现相当强劲 随后在5盘过后也是纷纷转跌 那么今天呢 只有必须消费民板块在收盘时 仍然维持涨势 大约上涨近1% 那其他的行业板块都是下跌作收 而原油气候价格今天是小幅的收跌0.02% 黄金气候价格收涨0.9% 美元指数全天维持小幅上行 以上就是星期二美国故事情况 放昊为市城亲围 纽约报道 欧盟委员会预计今年欧元区经济将会萎缩8.3% 那明年经济的反弹速度也会变弱 意大利呼吁欧盟要推动强力措施来刺激经济复苏 欧盟委员会周二发布2020年夏季经济预测报告 进一步将今年的经济预测 由萎缩7.75%下调至萎缩8.3% 至于明年的经济增长也由之前预计的6.3%下调到6.1% 欧盟委员会经济事务专员珍蒂洛尼表示 由于各国的解封进程比预期缓慢 因此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也高于预期 报告提到一些公司将面临倒闭会导致失业率飙升 法国 意大利和西班牙将成为受疫情影响最大的欧盟国家 而德国 荷兰和波兰则受影响相对较小 珍蒂洛年又指 由于疫情持续的规模与时长尚未可知 因此目前对经济的预测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欧盟领袖将于下周五和周六举行峰会 讨论复苏基金和欧盟下着财政预算案 不过成员国之间仍然存在很大分歧 意大利总理孔特到访葡萄牙市表明 不会接受欧盟在推动经济复苏计划方面做出的软弱承诺 因为各国在新冠肺炎大流行冲击下 需要强而迅速地刺激经济承诺 冯红卫视综合报道 确信一下后来有专线大观 稍后见 欢迎回来 美国生物制药公司诺瓦瓦克斯7号宣布 获得美国政府16亿美元的资金 用于新冠肺炎疫苗的研究 但是另一家生物科技公司莫德纳的疫苗试验 就可能是因为和政府专家的分歧而要推迟 美国生物制药公司诺瓦瓦克斯医药当庭宣布 获得美国政府16亿美元的奖励 以帮助其加速新冠候选疫苗的开发和生产 诺瓦克斯表示 这些资金将用于预计于今年秋天开始的第三阶段试验 如果疫苗证明对人类安全有效 资金还将帮助公司准备在今年年底之前分发1亿剂疫苗 这是迄今为止由特朗普政府加速行动计划进行的最大一笔投资 这项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加快研发和生产抗新冠病毒的药物和疫苗 特朗普政府还通过加速行动计划 对强生公司以及生物科技公司的疫苗进行投资 美国政府还向英国制药公司阿斯利康和牛津大学合作开发的潜在疫苗 提供了12亿美元资金 另据路透社报道 在生物科技公司莫德纳的疫苗项目中 政府专家和莫德纳在实验程序上存在分歧 莫德纳此前从未生产过被批准疫苗或进行过大规模人体试验 一位消息人士称 如果政府专家和莫德纳之间更加合作 人体试验可能会如期进行 Dart新闻上周报道称 莫德纳项目的三期试验原定于7月10号启动 但被推迟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双方的合作是积极的 并且莫德纳的疫苗项目是当前所有方案中最有希望的 美国政府已为莫德纳的疫苗开发提供4.83亿美元支持 凤红卫视王又又白帆华盛顿报道 明朝珍贵古籍永乐大典 其中的两侧一共4卷 嘉靖年间的首抄本 7号在法国巴黎拍卖 以640万欧元的价格成交 买家是一名华人女性 这次在法国拍卖的永乐大典 其中的两侧4卷 属嘉靖年间首抄本 最终通过巴黎博桑勒费福尔拍卖行 以640万欧元的价格拍卖成交 买家是一名女性华人 拍品来自于一个法国的私人藏家 其家族成员曾为法国海军的一名上校 并于19世纪后半夜被拍往中国 同中国的一些官员相交颇深 获赠很多礼品 其中就包括了这两侧4卷的永乐大典 巴黎拍出的这两侧4卷的永乐大典 分别同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的 胡字册和桑字册相连 并且使得已经发现的胡字册字卷全部相连 实属难得 永乐大典编撰于明朝永乐年间 全书正文22877卷 目录60卷 共11095册 约3.7亿字 是一部集中国古代典籍于大城的类书 如今 明朝永乐年间修订的永乐大典正本 已经不知去向 存世的都是嘉靖年间首朝的副本 凤凰卫视 金亮 法国 巴黎报道 混血精华 凤凰秀视频 下面进入我们特别制作的短视频环节 Showtim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onen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防止 按赤 臭屎哪里起来啊 出生不是人 八美王浩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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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来看一下各地的天气情况 八美王浩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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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是全部内容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